150 太陽報 深航南客 九燒縱火斬人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5深圳航空作驚傳恐襲事故 再有104人 由浙江台洲飛往廣州的編號ZH-9648客機 作凌晨準備降落廣州白雲機場時 年約50多歲男性客先在機艙內兩度縱火 有手池里刀亂砍 導致另外兩名乘客受傷 據保機師一度發出未借救救訊號 行機組人員及乘客合力對抗 客機才順利降落 少時男子企圖逃走時投報和重傷 警方正調查他的動機 目擊乘客益術 當時機上廣播提醒乘客飛機準備降落 該男子突然手持報紙從經濟艙走進頭等艙 用打火機及汽油研點報紙中火 燒CG 製艙與頭等艙之間布簾 該男子最後走回經濟艙 揮動長約30厘米 寬約3厘米的短刀 大聲恐嚇乘客 及我老實點 並斬傷一名乘客手捕 凶嚴企圖跳機逃步混亂期間 空中服務員提醒在場乘客利用行李箱 倒處開男子前後通道 令有乘客手持滅火器 防止男子上前或中火 男子在對自時再度中火 且火勢比第一次更大 為隨即遭撲滅 飛機降落時 公安及消防組已包圍準備 並安排乘客利用飛機緊急延梯逃生 據悉一名七巡女乘客逃生使腰部扭傷 邵氏男子則於企圖跳機逃走時 頭部及收傷 被機組人員控制 再由公安帶走 內地傳媒報導指邵氏男子老部嚴重創傷 被送到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重症監護病房搶救 未脫離危險期 涉事飛機載有95名乘客及9名機組人員 前晚在浙江台洲路橋機場延誤近兩小時後 當晚11時許起飛 願定作凌晨1時降落廣州 航空業界人士透露 事發時機組增報出未借求救 部分乘客表示 除傷者被送院治療外 其餘乘客落機後需接受警方調查 自作神7時許才被允許離開 因涉事航班由浙江台洲出發 而鄰近的溫州市上週五才摧毀一個企圖人炸巴士的暴孔組織 監於兩市相隔不遠 有網民擔心試刺航班中火事件 與上述恐襲事件有關 為此猜測無從證實